今年3月14号热带气旋一带 吹袭非洲多个国家 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 其中莫桑比克灾情最严重 截至4月6号 该国政府确认有602人死亡 莫桑比克遍体鳞伤 一些灾民的尸体已经化成白骨 无法辨认 没有人收尸 那一名孤独法医就这样 踏上了搜寻尸骨的旅途 为王者做功德回归极乐 被热带气旋碾过的玉米田 了无生机 一片旷野中 只有史蒂芬丰塞卡孤独的身影 他拿着镰刀割哑吹的 试图在玉米田里 寻找被遗落的骸骨 他想把骨骸的身份讯息找出来 给悲痛的家属一些安慰 风灾撕裂了数十万个家庭 过去的一个月 史蒂芬访问村庄 与幸存者交谈 他从交谈中 意识到村民对往生者的尊严极为担忧 这激发他走上寻师安葬的路途 史蒂芬根据受灾户所提供的失踪者资料 透过资料比对 例如衣物 位置和其他特征 来确认死者的身份 再把骨骸埋葬起来 给这些亡魂一个安期之地 来自全球的人道援助组织 致力为莫桑比克灾民接种霍乱疫苗 同时也为180万户受灾家庭 提供种资和工具 协助他们从灾难中复兴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